大家好 歡迎收看堅仔神操用馬 我是馬蕭蕭 剛剛這個星期三 小小的只提供了三隻訊號給大家參考 闖一 田太安的發揮真是不敢恭偉 整條直路都被巴道的國事無雙Blog 發揮不了 關於巴道 幸好他也有拍卡上班 慶萬加拍完一個PC之後 其實懶滿金樽銀星也跑到第二 這條Q的搭席滿載歸來也有五十多倍 另外他本身的PC也排五十一元 也稱得上為神操的恩脈 如果大家覺得馬蕭蕭的影片幫到大家 不妨不要論息 還給個like小弟 另外就可以訂閱建制財買APP的YouTube頻道 將來有新影片的話 也會立即有個鐘仔去提示給大家 接下來星期一就會有十場的沙田日賽 包括了六場的泥地和四場的草地 因為下星期一已經是國際賽 所以跑道也要跑多些泥地去保養草地 Feed馬就不算是太多的 因為如果真的有聲味很足的馬 或者真的有些粗到板板的馬 可能如果有合適的賽程 也會選擇在國際賽日出擊 所以來到大賽的前夕 也有少少維才賽的味道 但是我看完神操片之後 也有三至四隻的心碎 是跟大家分享的 事不宜遲 一起看看究竟今次選了哪些Feed馬 值得投注馬給大家參考 第一隻的心碎 出現第一場 這場是五班跑了650米 十一號的活力多多 今季已經跑了六場 馬跪過了多久? 九月、十月、十一月 過了三個月 現在跑六場 平均一個月是跑兩場 一個月跑兩場都會用很多體力 那你打算 今次隔三個星期跑 是否都儲一下體力去出賽 又不是 上重化 試完一集之後 接著可以再給多一課 拍跳 最後試跑之後 再回來香港 即是五彭志馬房 有些無窮無盡的體力 都不知道吃什麼大 就好像以前 有些體格異品的同學 不知道吃什麼大 五彭志馬房 那些馬都不知道吃什麼 為什麼可以跑這麼多場 都不累 先看看神操片段 這次拍攝神驅馬鈴 側身馬 時間是慢 但是活力多多 很主動 這隻馬 以往都懶鬼 坐頭腳 在神操片段 沒什麼看 但是 看看這次最後試跑 走起來很活躍 完全沒有冷性 看一看修身 或者毛髓 都相當對版 回到香港 這貨就內圈去萬事 看一看肚子 已經沒有多餘的脂肪 其實這隻是肉身馬 如果你拿回他 在季初的時候 那些快跳的形態 已經是兩馬子的事 而這隻負力多多 現在可以稱得上一個頭肌的階段 那 狀態已經很健康 看看賽職 賽職 賽職 也有強力的支持 因為前一場 跑這場 泥地千百米 當晚 全泥夜賽 是大利放頭的馬 美滿星雲和綠燈 都佔了場地形勢 去跑近 那 慶萬家 在中間追上來 虧了場地形勢 但是這隻慶萬家 真的告訴你 他真的虧得起 今季 贏了這場馬之後 再跑兩場四班 都上了名 剛剛跟著很快的補足下 才輸給奇妙連話 所以這組賽事 都已經經得起考驗 你的對手 加上 威活力多多 沿途 他更後 那隻慶萬家 那 步速 你見到頭四段 加上 萬四線 步速也是虧的 所以 威活力多多 基本上 又虧步速 又虧場地 回來跑到第三 真的難度很高 而且這組 是水組 又不是 看一看 末段時間 是可以 推翻 令到 完成時間 貼近標準時間 這些賽事 通常 水極是有個譜 那 所以這場 的 賽事 一一一場次 一定是經得起考驗 那 今次 再換上 配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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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作出調整 除了眼磋 還有 眼磋 還有 這場 血統 父母 兩線 都充滿了 美國的色彩 但是 上季 那場 是 很怕 沙 所以 今季 兩跑兩場 泥地 都要 走歐 但是 今次 配備 都作出調整 除了眼罩 換過半眼防沙眼罩 半眼防沙眼罩 除了 它有防沙眼罩的功能 亦都有眼罩作用 所以 配備 操練 賽職 三樣東西 都是有一個向好的因素 都 贏面 我覺得 十一號的活力多多都相當高 一定要選 至於另一隻值得留意的馬 就會是第三場 這隻二號的雪山神驅 看神操片之前 先和大家 看看他的背景 因為 上季 本身在一場 都頗好水準的賽事 是跑到第三 這場馬 輸給聶豐 就被他扔掉了 但是 和未影聶飛 回來都很近 都是差半個馬位 跑贏什麼馬 精彩動力 火轉 今季這對馬 都在一場 泥地野賽中 已經是全球了 所以 證明這隻 烏拉龜 如果沒有記錯 看一看 海外賽職 烏拉龜 這隻在烏拉龜跑的馬 在香港的三班 是絕對有競爭力的 再 今季 還沒說今季 對不起 跳了 輸給聶豐之後 再跑一場泥地千百 但是 這場就有點禮計 因為賽後是驗到 氣管有血 我想程度也不輕 所以 今季這隻 雪山神區 阿沈雜城 他都不敢說 給很大的壓迫他 只不過是有些 基本的操練 就拿出來跑 那就沒辦法 因為健康有些受挫 不能夠辣粗 只能夠在賽事 跑起狀態 但是 是這樣的 在泥地野賽 配搬頓 賽事片 我不同大家看 但是 潘頓的發揮 都很值得大家去欣賞 我都強烈去推薦 大家看回 116場次 究竟潘頓這隻雪山神區 是怎樣去發揮 在大利放頭的形勢下 他都追回第五 其實 狀態 你也看到 是慢慢跑起 上一場 再跑一場 沙田草地千四 減分之餘 亦都對提升狀態有幫助 這次可以落到四班跑 已經是有些超錯感 看看神操片段 看到這隻 雪山神區 其實今季都沒什麼力 但這一貨 已經是 看到這隻馬 是裝回彈弓 所以 既然狀態 提升了 班刺 也很有利 根本就不會是四班馬 這隻 雪山神區 在烏拉圭 贏了三場 跑去阿聯游 跑去阿聯游 二千堅 他都上了名 上季 既然 輸給一隻 聶豐 但是 眉影獵飛 只不過是 差半個馬位 在四班 總是有些超錯感 周進樂 近期 都站起了信心 似乎 發揮後上馬 都不需要令人擔心 所以這隻 雪山神區 如果有些賠率 都值得 比一注 至於 另一隻Feed馬 就出現了第七場 這隻1號的聖二龍 講狀態 我想這組馬 都沒有出其有 看看神粗片段 這課也是單跳 還不是最後試跑 各族情緒很濃厚 看見他整隻馬 是湧著 但勁得來 又不是急 最後試跑 這課 看毛水 收身 看馬身 神態 各樣東西 都完全沒有彈 這次跑來的650米 其實上季 在二班 幾高水準的賽事 都跑了第三 證明這個路程 可以應付得到 而當時是平87分 然後 輸多了六場 其中有四場是草地 另外那兩場泥地 一場跑第三 一場跑四 這樣就減了11分 這些就是平榜的藝術 只懂得跑泥地 跑草地 你就可以減分 跑草地 減分 現在來跑泥地 評分已經減了一折 所以這隻勝二龍 戰鬥力 是未證明退化的 六歲仔 其實今季跑那場泥地 也是這晚的賽事 大利前置 而他又是後上追近的 那麼 吃著這些 拿著這些 叫做 蝕形勢的馬 其實下一次都可以 拿回失去的東西 就算你那天買了勝二龍也好 我想這一場 都可以拿回 那麼 這隻就 給他一個大心心 最後呢 就介紹多一隻初出馬 我覺得 這場就 有點 直撥之道 但是呢 如果大家的 焦點 下了在家應高星上面 另一隻的初出馬 全能指揮 我覺得是比較有可博之道 如果兩隻買比較 家應高星是三歲仔 雖然他說來香港 五課試集都贏了 但是在最後一課試集 潘頓去轉腳 都是禮計的 還有呢 如果一會再看神操片段 這隻焦點高星 不算是太吸引的 反而這隻全能指揮 講狀態的味道 味道是很十足的 那些毛髓都還是很淡的 但是呢 來香港試了五個閘 在重化 試了三課的直路閘 這課 贏福星這一課的試集 推下去的反應是挺好的 來到香港呢 再學一下轉彎 第一課的泥閘 其實在直路 都要去到直路中 才扭到它轉腳的 但是呢 這隻四歲馬 學習都很快 再試一個泥閘 安上人要去做的事情 都很快可以做到 而且一騎下去 是有反應交出來的 看看神操片段 可以看看那隻家應高星 這課的快跳都還未出得對 另外呢 看看這個肚子 都不夠肉 那個耗布呢 差點是遮蓋那個肚子 這課的萬事都看得到 是比較單薄一點 那這些呢 的台形呢 就不是我一杯茶 這個肚子 也肯定 這隻馬應該會熱到只有鴨仔 看看這隻全能指揮 他起碼有噸位 1200磅 無水是偏淡一點的 好像沙色馬 好像風聖多彩 但看看他原來是中式馬 但是呢 起碼出腳是純熟的 而且呢 如果說1200磅的大馬 他的收身已經不算漏爆了 已經算是不錯了 既然呢 兩隻馬的賠率是有差距的話 而全能指揮 在試襲也都 交到一些反應出來 是可以FF一下 即是質素 我預計他都起碼是 不敢說很高 但是在四班呢 如果你要拿回複星這課試襲來說 我相信一定可以先跑 電信龍區 雖然你說上場贏 但是大家可以留言告訴我 除了洪旺之外 究竟葉初漢馬房 之前對上一隻打搭贏的馬 是哪一隻呢 我一下子都想不到 12號龍城強將 其實是穩打穩宅的 但是呢 你說能力呢 可能他在四班都是中堅分子 但是呢 全能指揮呢 是可以FF一下 即是一些初出馬 試襲也都交到反應 你看的話呢 希望 憑個質素 可以掃得完這場馬 好了 最後呢 都回覆一下我的心水 第一場 11號的活力多多 就真的配到漏油了 至於第三場 2號的雪山神區 就是狀態有進展的馬 另外呢 第四場 7號的全能指揮呢 就是在試跑都是一隻純熟 而有直撥率的馬 另外呢 第七場 1號的勝二龍呢 也是配到爆燈的馬來的 希望這幾隻的Feed馬 到時陣上的祭遇都順順利利 不要再像是闖一般 發揮的倫倫盡盡 如果大家想看馬燒燒 所有詳次的文字分析 就可以下載堅仔賽馬APP 大家可以上回堅仔的官方網站 kimboy.com kimboy.com 下載這個APP 裡面會有很多不同的功能 例如一些諾菲的大手聲地功能 雲數據 或者一些刨賽職的功能 另外有其他行家的提示 心水 一一都包羅萬有 頭兩場的賽事 可以用完所有的功能 第三場賽事起 就會有少少的營運收費 那個收費包括了 日費、月費和年費 詳情可以WhatsApp 55361016 和我們同事去了解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我們下集的堅仔神操用馬 再和大家分析 拜拜 堅仔賽馬APP 雙年費免息分期 每月只需要208元 保證至底至便 堅仔賽馬APP 有齊刨馬需要的排位表 賽職 即時賠率 和大量的賽馬統計資料 大家看馬報的同時 可以看堅仔臨場賠率分析功能 集錢大戶飛 你下飛的時候 自然更加得心應手 我們還有即場當旺騎鏈表 堅鳥秘給 以及今年新增的 AI人工智能分析貼士 我肯定你看完 給其他馬迷知多很多資訊 跑起馬上來 當然是全面很多 用堅仔爬馬 還要不受地域限制 例如回大陸出差 又或者去外國旅行 走遍全世界都隨時隨地用得到 只要一打開APP 所有資料即時更新 去到哪裏便跑到哪裏 還有一樣最最最最重要的功能 就是你們經常問 哪隻在排隊 那場有哪隻有股額 用堅仔運數據 全部即時都找到 贏馬說都沒那麼容易 每個月只需要208元 就包了這麼多東西 有興趣的 快點Whatsapp 或者打給我們 5536-1016 和同事聯絡